歡迎收看今天的新唐人財經新聞 我是沈偉彤 機會開始先帶您看到 美股週一收盤走勢分歧 費的可能持續加大對通膨的抑制措施 而科技股為主的費城半導體指數 是下跌超過百分之一 而代股今天走勢震盪 儘管國安基金持續互盤 不過散戶投資人態度觀望 交易量也跟著萎縮 主要的電子全值股包括台積電 連八顆日月光今天都是收黑 市場由航運類股來撐盤 價錢指數是收在一萬五千零五十點二八點 上漲二十九點八七點 好 上個星期五 歐洲股市受到聯準會升息預期的影響 創下三個星期以來的最大單日跌幅 不過八月八號 收到景氣循環股以及成長型股票的提振 歐洲股市反彈回升 歐洲股市各大指數週一開盤回彈 並收盤走高 斯托克歐洲六百指數上漲百分之零點七 其中零售汽車製造業和房地產類股票零漲 電信和醫療行業稍有遜色 外界分析認為 歐洲股市週一的強勁表現 一方面得益於各國公債收益率的回落 從而幫助了對利率敏感 且價格昂貴的行業 例如科技業 另一方面 周期性和成長性的企業的第二季度的優秀財報 也令投資者信心大增 斯托克歐洲六百指數在七月結束時 漲幅超過百分之七 但是由於對美聯儲再度升息的憂慮 八月增長勢頭有所保留 另外分析師提到 臺灣海峽潛在的軍事衝突 將恐怕會影響全球經濟 新唐電視台記者周期綜合報導 好 中共當局近日在台海周圍軍演 臺灣航空海運安全也是備受關注 交通部長王國才就表示 目前中共接續在渤海以及黃海軍演 較接近韓國的區域 跟臺北的飛航情報區比較無關 不影響臺灣十八條的國際航路 但有提醒國籍船隻 如果要前往中國大連等區域 要特別注意航行的安全 而因應未來呢 中共可能頻繁軍演 王國才表示 交通部已經成立群組 隨時搜集對岸的動態及時資訊 提醒所有航行經過臺灣的飛機 以及船隻避開演訓的區域 好 臺海局勢緊張 為了防範駭客發動金融資安攻擊 今晚會啟動的金融資安戒備 擬令三大方向 一是金融和證券周邊單位 各金融機構由資安長來作證 強化資安防護以及演習 來確保營運 二是監控相關的網路流量 以及駭客的攻擊行為 而三是啟動聯防機制 分享重要的資安情報 今晚會表示呢 目前金融機構都有資安長 已經要求各金融機構加強防範 而在中共的演習期間 務必提高警戒程度 好 中共再度宣布軍事演習 臺灣智庫 包括臺灣金融演訓院 以及中研院院士 都呼籲進行金融漢光演習 也就是在金融領域 因應可能的攻擊 我們請教動畫大學 新基地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陳松信教授 現在兩岸局勢緊張 臺灣要如何因應可能發生的 金融戰短兵相接 應該注意哪一些面向 我想目前因為兩岸關係比較緊張 當然有人會提醒是說 是不是對兩岸的金融往來 特別要去注意一下 首先就這一點來講的話 其實臺灣對中國金融業進入臺灣 本來的管制就很嚴格 他們對臺灣的投資 受到非常嚴格的這種規範 實際上大概只有為了貿易融資需要 比如說中國銀行 它有社分行等等 它應該有兩家了 但是基本上的話 在國際間 金融往來是一個典型的國際的規範 它的規則不是說哪一個國家可以隨便去改變 那麼它主要是由國際清算銀行 做一種非正式的規範 再由各國去採行 那在這種採行之下 我們對這個所謂的風險 基本上可以區隔國家風險 區隔產業風險 還有個別企業的風險 所以其實那個這個部分 講臺灣做得非常到位 我基本上認為是說 在這方面往來 可能不必要那麼在意 當然就是說所謂的這種漢光演習 難免有這種金融對立 或政治的意味 那我們一般在金融從業裡面 我們比較不願意去用到這個名詞 因為我們都覺得是說 金融比較是一個單獨的獨立的印度 這是第一點 那第二點就是說 我們在談到是說 我們在大陸這邊的話 是不是說有可能作為一種 被干擾的一個現象 那我想我舉這一次 這個烏克蘭的戰爭當作例子 當這個美國跟北約國家決定 對俄羅斯採取制裁的時候 他們能夠做的金融的領域裡面 一個就是說切割 俄羅斯在這個海外 做結算所需要的Swift 我們就結算交易系統好了 這個部分切斷它的往來 這個是我們已經活生生的看到的例子 那這裡面就確實得到一點 就是說因為台灣我們依賴的是 主要是美元 作為我們外匯交易的主要基礎 也是我們準備的基礎 我們的人民幣部位一直都有一定程度的控制 那中國的人民幣的雖然也被列入到 國際貨幣基金裡面的一種特別提款錢的一個存分貨幣 不過它佔的比重並不高 那我們持有的也有一定的限制 所以我們不太可能在這方面 就是說跟中共關係不好之後 它切斷我們人民幣往來 搞不好因為人民幣現在有貶值的壓力 搞不好它還希望你多要一些人民幣 這是第一點 第二個就是說 美國跟北約對俄羅斯的海外金融資產 進行的凍結 只要是央行的準備的部分 那因為我們沒有什麼東西 是可以受質疑中共的 因為國際的外匯準備 一般來講都是放在紐約 美國聯邦準備銀行的金庫裡面 那當然是電子為主 但是這個部分就表示是說 中共對我們這個金融資產裡面的 這種美元部位的話 其實它是沒有任何可以 我們講是說干預的地方 第三點就是說另外一個 可能在進行中的金融制裁 就是說對於這個中資企業 那麼在美國上市的部分的話 要讓它強迫下市 但是我要跟大家提醒的就是說 美國的做法並不是因為政治的介入 而是因為中資企業 它的資訊揭露不明 沒有做過適當的審計 那因為不能符合審計的規定 所以必須要下市 所以這個也不是一種經濟 或者金融戰的一個典型的一個工具 只能是說它剛好法規上也不合格 那第四點就是說 美國政府開始要求退休金 不能投資大陸的債券跟大陸的股市 但是它也僅限制於官方的基金 機構投資的人都比較關注 我想我們台灣金融業要小心的有幾點 第一個就是說 我們在這個銀行業 金融業都有一些交易士 在投資的部門 那麼因為這個台灣本身的這個利率也是比較低 他們為了要追求比較高的這個報酬 所以他會去海外投資一些報酬率比較高 那過去十年的話 那麼中國這個房地產業發行的這個公司債 我們基本上認為它是垃圾債 它是屬於報酬最高的 那大家也在這個方面賺了很多錢 但是因為現在的情況不如以往 現在事實上逐一的在暴雷 所以我們第一個就是說 如果說金融機構不管是銀行 證件商 保險公司有投資這個中國企業 在海外發行的這個債券的部分 第一個我們要注意 第二個當然就是說 因為中國目前國內的經濟的情況是下行 第二季度的話 經濟增長只有0.4 那這個0.4可能還 我們還需要稍微稍微保留一下的 所以很可能它這個未來的經濟發展 前景不是很樂觀 那我們過去如果有放款或者是投資 到中國這個企業的股票的部分的話 可能也要關注這個可能 這個市場的一種波動性的一個風險 這個是屬於也在交易面裡面的 另外銀行還有一個領域 一般人不是很熟悉的就是說 我們銀行基本上都會有跟這個國家 可能有所謂的銀行間的往來 我們叫同業往來 在台灣國內稱為同業往來 那因為我們有的銀行在大陸有紙行有分行 我們因為那邊的資金閒置 我們就會跟大陸的同業做拆解 那一般的拆解比我們的業務來講 那麼報酬比較高一點 不過現在就是擔心就是說 中國目前的銀行業 實際上還有蠻多的不確定性 狀況比較高 就風險比較高一點 所以我們本能這方面的往來 也需要在進一步的來小心 免得是說在這過程裡面 因為他們目前金融穩定的一個挑戰 導致於我們台灣的銀行業也一起受傷 軟銀集團在二零二二年第二季 純益虧損達三點一六兆日元 約兩百三十四億美元 創下單一季度赤字新高紀錄 也是日本企業在第二季史上最大虧損紀錄 軟銀表示虧損原因 主要和全球性的股價下滑 和日元的極具貶值有關 為了籌集現金 軟銀週一表示 已出售對UBER的剩餘持股 惠圖晶片大廠 揮答週一發布財測預警 表示第二季銷售將不如預期 主因是遊戲晶片營收銳減 較上一季度下降百分之四十四 將提列十三點二一美元庫存損失 儘管中共宣布 在台灣附近舉行新的軍事演習 顯示航運仍存在風險 不過彭博報導 台灣海峽的船隻航行 已出現恢復正常的跡象 根據彭博整理的船隻追蹤資料 自六號以來 已有四十多艘船隻 通過台灣主要港口以南的 中國軍演區 最新位置資料顯示 船隻隻在穿越六個演習區中的四個 台灣財政部昨天公布七月出口金額為四百三十三點二億美元 年增百分之十四點二點二十五紅 續寫近十年來的正成長最長週期 財政部指出單純按照季節性推估八月出口規模 預料將落在四百二十七億美元 至四百四十二億美元 有望締造史上最高的單月出口值 並串聯二十六紅 追憑歷年正成長的第二場紀錄 新唐人亞太電視整理報導 好 但你看到國內指標PC品牌廠 宏基董事長陳俊勝 旗下的資訊服務公司 今天尚未掛牌 不過面對產業景氣不佳 美商大廠英特爾第二季獲利是嚴重衰退 陳俊勝就直言 這是PC產業的黑天鵝 涉及整個生態系 以及市場態勢的改變 宏基要非常小心來應對 我們所有事情 我們都在我們的雷達螢幕上面 我們要看得非常的仔細 非常的小心 我們要小心地應對它 宏基第六隻小金雞 宏基資訊上櫃掛牌 中共升高台海緊張 PC品牌大廠旗下的雲端 資安資訊服務 多家公司 通通上景發條 隨時緊盯 宏基資訊承接了國家級的 這個疫苗護照平台 我們累積長期以來 累積了很多的技術的能量 雲端的能量 定位為最懂地端的雲端公司 宏基旗下的宏基資訊 二零二上半年 稅庫存益達到二零七億元 年成長百分之七十一 EPS五點七二元 宏基啟動多元引擎事業策略 讓軟體收入成為降低景氣波動 影響力氣 不過不可諱言 PCNB產業鏈面對去庫存壓力 美商英特爾第二季的獲利重衰 下半年晶片更涵漲 陳俊勝直言 絕對不可掉以輕心 現在業界的大哥有的情況 這個是整個Ecosystem 整個Landscape的改變 這個是我們要非常小心應對的 這個不是我宏基公司 一家公司的問題 這是整個產業的問題 因為現在從我們System端到我們的客戶 也就是這些半導體公司到最上端到設備 各方面這是整個供應鏈上面 大家一起要來面對要來處理的 Eson年初開始緊盯庫存踩煞車 但市場銷售力道不足 庫存天數仍有所上揚 目標下半年將水位降到健康水平 好 但你看到今天的產業動態 太空大廠廣達七月營收衝上新高 不過燃寶七月營收是月減近兩成 失守千億元大關 另外臺達店今天公布 七月份的合併營業額是341.41億元 單月營收續創歷史單月新高 而IC載板大廠南電是正面看待第三季的營運 預估營收獲利可望成長 APF載板的需求仍舊強勁 下半年產能持續滿載 另外宏達店今天宣布推出首套的 VIVE虛擬製作解決方案 已經在美國 加拿大以及歐洲地區正式販售 好 今天上午Google全球多國用戶 在使用搜尋引擎的時候 紛紛出現錯誤訊息 而在推特上面Google當機成為熱門標籤 根據美國媒體報導 Google為在美國愛荷華州的資料中心 發生意外爆炸 導致三名員工嚴重燒傷 目前已經被送醫治療 而Google母公司Alphabet是發出簡短聲明 證實資料中心確實發生電氣事故 而美國有超過四萬名的用戶 回報搜尋引擎出現狀況 目前Google服務已經大致恢復正常 印度強化科技製造業 傳出將排除中國低價手機進入市場 下集新聞我們帶你瞭解 歡迎回到新唐人財經新聞 我們帶你看到今天的國際重要財經報紙訊息 首先彭博社報導 軟銀第二季的投資部位虧損234億美元 是史上新高 金融時報報導 全球最大的鋰礦商 美國亞保執行長表示 汽車製造商將持續爭奪 離原料到2030年 化解日報 食品價格大漲衝擊貧窮國家 聯合國表示 全球8%的人口2030年之前面臨饑荒 日本產經新聞報導 軟銀集團公布四到六月的合併財報 虧損三點一兆日元 相較去年同期大幅惡化 股價也應聲下跌 好 但你關心 美國提議組建晶片四方聯盟 也就是包括美國 日本 臺灣 並邀請韓國加入 來構築安全的半導體供應網 而韓國總統尹錫悅表示 將從國家利益出發來進行研討 根據韓聯社報導 韓國總統辦公室的一名高級官員就表示 外交部近期已經向美方表明 參與晶片四方聯盟 預備磋商的意願 而韓國政府表示 正在慎重研討有關事宜 否認機制有排斥特定國家的說法 並使用半導體供應鏈合作對話的表述 三星電子副會長李在榮 勇望在未來幾天獲得總統特赦 根據韓聯社報導 南韓法務部周二將召開會議 審查特赦事宜 歷任南韓總統會在每年的八月十五號的光復節 來宣布特赦 而日經報導 南韓總統隱形院可能在光復節之前 做出決定 產業消息人士表示 李在榮獲得特赦 會為接任三星集團會長來鋪路 有助三星因應全球的半導體缺貨 而在電的挑戰 並且協助當局來應對 美國的chip4招攬壓力 中國晶圓代工龍頭中芯國際 在北京興建十二寸晶圓廠 不過現在傳出旗下的電腦整合製造 國產化項目近期被迫暫停 專門原因是技術承包方上揚軟件上海 無法完成中芯的半導體CIM 軟件國產化的需求 也導致擴產作業停擺 而消息一出 中芯八號廣古收盤股價是重挫百分之二 儘管技術承包商上揚軟件表示並無此事 但中芯方面也沒有發布說明和回應 而中芯北京廠未來每個月 新增上漢三萬片產能 如果擴產不順 將有助舒緩晶圓代工成熟製程 供過於求的疑慮 更有利聯電以及利滴電等臺灣廠商 好 再來看到美中貿易戰 加上中印政治衝突 印度政府戒戀是對中國業者進行制裁 近日外媒報導 印度政府打算限制中國業者 在印度銷售低價手機 包括錄氣小米在內的業者是首當其衝 員工馬不停蹄製造智慧型手機 在印度使用手機的用戶超過四點九億元 是全球第二大市場 更成了中國手機業者仰賴的投資地點 現在印度政府打算限制中國業者出售價格 低於一萬兩千魯比 大約新臺幣四千五百元的低價手機 市調機構調查顯示截至今年六月售價一百五十美元以下的智慧型手機 在印度銷售量的三分之一 當中中國公司就佔了八成 而自從美中貿易戰加上中印政治緊張 印度頻頻對中國科技公司祭出制裁 包括禁止五十多種中國應用程式上架 並指控OPPO投稅 再到禁止中國低價手機在印度出售 就是要保護印度當地產業 印度強化自身科技製造業的韌性 擺脫經貿領域對中國的依賴 在全球政經局勢動盪之際 中印兩國在科技競逐上煙銷未濃厚 外界關注印度下一步將對中國哪個產業開展 好 但你看到中國南方旅遊勝地海南島 由於出現疫情遭到當局嚴格管控 現在包括三亞在內的許多多個城市 都已經封城 機場航班也大量取消 整個海南島近乎封島 導致超過八萬名遊客滯留當地 官方採取高強度的防疫措施 聲稱要在八月十二日之前 實現社會面清零 現在傳出部分酒店還趁機暫停 漲價 有許多遊客反映 每晚價格竟然高達兩千多元人民幣 夜後時代 宅經濟升溫 臺灣科技業者搶攻智慧冷鏈物流新商機 下節新聞 我們帶你瞭解 話回來 疫情改變民眾的消費習慣 宅經濟升溫 日常生活用品 以及生鮮食品的採賣 現在從實體轉移到線上 而臺灣科技業者攜手合作 以行動智慧物聯網技術出發 提供倉儲配送交貨證明 而從貨品到行車安全等全端的解決方案 來搶攻智慧冷鏈物流商機 全程溫度記錄 運輸過程即時影像 外機設備狀態等 透過一個智慧行車記錄器 在同一個平台都能清楚呈現 整合行動聯網 AI加上雲端服務 解決傳統冷鏈運送的痛點 科技公司攜手合作提出冷鏈智慧物流3.0方案 比我們業界來講最需要的是一條龍無屋 因為現在面臨最大問題是裡面介面太多了 那每一個介面你處理不好 其實你最後那個POD就會出很大的狀況 全端的一個Solution 從中端裝置一直到雲端的管理 那當然也導入了所謂的即時影像的傳送 那還有所謂的這些影像都是具有證據力 是可以做保存的 冷鏈應用IoT進行監控和追蹤的技術 全球產值在今年近46億美元 預期在2023年成長超過150億美元的市場規模 而台灣農漁等產品被中共禁止進口 外銷國際勢在必行 冷鏈成為當中關鍵 之後還會再整合有關於是無限的入運 然後到船運 到國外了 到國外的 透過海運再到國外的陸運 這個部分都可以透過這些無限的設備 的一個溫度的記錄 然後上了船 上了陸運之後 它其實就可以再把它串切起來 可以即時回船 副總經理賴建盛表示 這套冷鏈物流3.0智慧管理 也已經開始和國外包括東南亞 日本 北美等 開始做接洽 台灣科技業者攜手合作 看好智慧冷鏈商機 新唐人亞太電視 黃亮簡 曾馨敏 台灣台北報導 好 但你看到明天八月十號星期三 有哪些重要的財經活動 首先美國 德國公佈七月的消費者物價指數數據 另外主機總處發布六月的受僱員工薪資 財政部發布七月稅收 以及鴻海還有力旺舉辦法輸會 以上是八月九號的新唐人財經新聞 感謝您的收看 我是沈偉彤 待會 請到明天大的驚非 感謝您的支持 感謝您的支持 內容 我們坐下 我們坐下